th u 好的 我們今天要試駕電動商用車 就是CMC 的eVaricca Varicca其實賣得很好 長期在觀察他們每個月的銷量 大概油車加電車 其實應該講光油車 A180 兩人坐 五人坐 航不讓他加起來一個月 当然也含电动车 一个月可以卖1000多台 1200、1300 有时候甚至是更高 算是卖得非常好的一部车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是eVarica 那eVarica就是电动的意思 对这些陶贝他们想要做生意的人来讲呢 他当然会有多一种选择 等一下我们会来跟针对油车跟电车 它的一些规格数据上的比较 比如说同样以每年你如果行驶2万 甚至是到3万 你必须要缴的电费保养 包含缴的油钱的数据来帮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因为其实现在eVarica在销量上 我看一下去年整年度2021年 也才卖了84台 这个也说明了其实陶贝们在考虑到 这个电动车好像不是那么符合 他们的使用情境 买这个车理论上大部分就是要 要载货载物做生意 然后要运送等等 那电动车有没有它的优势 当然有 但也有它的一些不方便的一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电动Varica 它在台湾总共有两款 入门应该讲说它是封装车型跟非封装车型 它的售价是89.7万 我们今天试驾的这部是93.9万 它是五人座的客车 所谓封装车型就是说它后面是没有车窗的 它两人座我先讲 只有前座的两人座后座没有第二排座椅 全部都是要拿来载货的 像其实之前我记得在路上有看到中华邮政 我们讲邮差它就有开的eVarica 后面就载的很多的东西 就是完全要拿来商用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考虑到 比如说一到五开公司 要运送货物 要做生意 但六日你的预算 因为可能没有办法支援你买第二部车 你希望一到五可以当公司车 六日可以当家用车 一样载着小孩老婆出去玩 那你一旦就可以稍微选择考虑一下 第二排五人座的eVarica 当然它的载重能力跟这个承载的空间 当然会不会稍微受到一点限制 我先讲如果你这个载重的能力 因为是电动车 那车重比较重 Varica的汽油版车重约末都在不到1300 有的是1300出头 大概1300上下 但如果是电动的话呢 它的车重就来到1500多 那因为搭载了电池 马达 那些都有的 没有的加起来就多了200多公斤 那因为这200多公斤 让它的载重能力 来到425 但就没有像汽油版这么好 这个是电动Varica的一个 载重能力的一个差异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选择 一部车要公司用要家用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五人座 那第三排的空间 除非你买汽油版它才有八人 不然的话就是在电动的部分只有五人 我们来看就是在小改 其实小改它改了好一阵子了 我们因为前一阵子都很忙 所以我们就特别今天抓出来试驾一下 小改的部分有做了一些调整 第一个前面的厂灰改用镀铬的 而且它的面积稍微缩小一点 第二个成统来讲叫引擎盖 但现在应该叫车头盖 应该没有引擎了 但这个盖子呢不能打开 它是你从里面看通常引擎盖的一个开关 现在没有了代表它不让你开 但是这个造型还是有的 你看基本上它还是一片盖子 大灯的部分 卤树头灯 但是里面的造型有做了一些调整 但跟旧的比起来 但车头看起来是比较帅气的 特别是下面的气霸 下面的气霸呢 有做了很多线条跟凹凸的处理 因为是商用 所以他们是选择用这种塑料 它并没有跟车身同色的烤漆 你以家用车的标准来看 你这样觉得 蛤塑料但质感没有那么好 但是因为商用的关系 我们这样经常跑啊 比如说跑工地啦 东跑西跑啦 前后保感是最容易被刮伤的 那也因为最容易被刮伤 所以我们采用塑料 这样子呢 假设真的很严重刮伤 你必须要到换的时候 但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的 你知道心痛 好 这边很多造型 里面这个当然是水浆护照啦 下面的气霸你看还有凸出来 好 还有这个雾灯 全部都是变成标准配备 大灯的部分我要特别讲一下 它并没有办法完全关掉 它只有三种模式 第一Auto 第二小灯 第三大灯 当然就是没有骂全部关掉 是类似加了一个叫 日行灯的一个概念 任何时候你只要发动 它的大灯就会亮 要嘛小灯 要嘛大灯 OK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至少在安全性上有一些提升 好 我们来看一下车侧 我先跟大家报告它的车身尺码 车长是4155 车宽是1570 车高比较特别 高于所有的任何一部SUV 应该是超越Alpha的这个高度 车高有到1950 所以它的车内空间 特别是后箱你会觉得非常大 轮胎配13寸 马吉斯的轮胎 胎宽是165 这个轮胎因为商用啦 当然就是要便宜 你只说换轮胎的时候 要便宜就好 然后基本上呢 因为它的底盘 跟汽油板是共用的 它的马达跟马达的位置 在整个车身的中央 接近变速箱的位置 但是呢一样是这个马达出来之后 接了原本油车的后面那根传动轴 然后一样透过插速器 然后分地给后面的这两轮 来达到一个驱动的效果 这个是它比较特别的一个配置 这个是充电孔J1772 它只支援慢充 不支援快充 而且在这个所谓的封装车型 比较入门 我刚刚讲八十几万的 它的支援的最大功力是3.3千瓦 那它搭载的电池呢 是31.3千瓦 这电池可用是26千瓦 可用就是说它会保留 最低的一部分的电量 不会让你用到干 那我们用26千瓦小时来看 如果说你今天3.3千瓦 每小时要充电的话 大概就要七八个小时左右 那如果说你今天买五人座 这个是五人座 它的最大充电功率 可以来到6.6千瓦 那你如果用26来除的话 64 24大概就是充到4个小时 如果你又真的是用到干的话 大概就要充4个小时 那外面基本上快充没办法充 那如果你再加充的话 再加充的话 接220的电 加电压 32安培的电流 换算下来大概就是6600瓦 然后它的续航力我先讲 续航力NEDC测出来是140 我们刚刚从新店牵车 总里程数是5890 然后表显续航力是120 120公里 就是满电的状态 你可以行驶120公里 我们看到现在 现在在内湖 那我们中间当然去了高速公路 环东市区 现在的里程数是5954 总共等于是开了64公里 但是表显续航力是剩55 等于是表的显示里程少了65公里 但是实际我们开了64公里 非常接近1比1 这个数字给大家参考 它的那个续航力是每5公里一跳 比如说60它不会变5958 它直接跳55 每5公里当为1格 这个给大家参考 这个充电喔 原厂你如果现在有买Everica 基本上原厂是送你充电桩 加用充电桩 但是你知道加用充电桩要拉线 在你它原厂会协同第三方的厂商 会帮助你拉线 好充电桩是送你 但是在送你20公尺内的免费拉线 如果超过 那你就要自费 自费的部分给各位参考一下 我自己之前拉线 因为我有电动车 拉线的这个成本 约莫是1公尺 约莫大概在500到550 也有到600的 好我们抓个大概550 1公尺550 所以你如果拉了10公尺 20再加10总共30 20公尺原厂帮你cover 但是10公尺你要自己付 那你就要再付5500 因为550乘以10公尺 好这部车呢 你如果当家用车 它有一个东西叫侧滑门 但是方便上下车啦 后座的椅子不能前后 但是椅背可以大角度的倾导 也可以接近躺平 我们讲后座的膝部空间 跟各位来比较一下 因为它都不能动 所以是固定的 大概也还有接近三个拳头 头部大概是一个半 坐姿的最低高度 大概稍微有点高啦 那座椅的部分 64可以倾导 旁很平 那如果说你后面有载物 有一些可以放物品 那你人就可以在4 因为64的4这个地方 做一个这个休息的动作 好我们来看车尾 车尾这几个灯呢 这个第三个刹车灯 这没有问题 跟着这个脚刹是联动的 这边当然还有方向灯 倒车灯在这儿 下面呢这个都是反光镜 这个也是增加安全性啊 所以就等于上下都有 后保杆的部分也是采用这个所谓的塑料 这个也是防刮材质 不是防刮 应该讲说刮的比较不会痛 好我们来看后箱 后箱 我这边手上没有所谓的什么 什么倾导 未倾导的公升数 但至少你要做商用的话 一定是很好用的 因为开口 第一个开口不是很高 第二个整个高度是够的 然后平整性 宽度 对啊 如果你要拿商用的话 非常好用 那当然好处是你可以有第二排 可以做五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小改之后的Everica的驾驶舱 在造型上有做了一些调整 不过这边还是维持比较多这种塑料比较明显的材质 不过有一个好像冷气出风口 我记得之前是椭圆形 现在变成是长方形 方向盘也多了一些功能 比如说定速 它现在在方向盘的右边 那你可以设定你定速的上限 它没有办法自动跟车 这边就是有声音大小声 还有所谓的MODE 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那椅背一样可以做多角度的一个调整 你要躺平那也可以 但是躺平之后基本上 因为它没有全屏 所以你的腰呢 你看这边这个位置 就会被顶得比较稍微有点凸 好 这是椅子 前面有一个8寸的数位仪表 它可以显示一些资讯 左下角那个是续航力 续航力现在目前看起来 约莫剩下大概40几% 中间那个你看到好像是一个转速表 其实是喔 它是显示马达的转速 中间那个 正中间那个数字就是现在的时速 右边有个温度 它并不是水箱的温度 它是电池的温度 然后你的有个PWR 就是现在你的电门踩的深浅 ODO弹就是你现在的总里程 那你也可以去设定 比如说方向盘左边这个控制键呢 它可以做一些资讯上的切换 比如说你的时速上限的一个设定啊 四轮胎现在是多少啦 你都可以从这个数位仪表去做 对你车况的一些了解 中控台这边呢 应该讲说就是一个基本的 弯定的一个主机啦 这个部分如果说你自己想要升级 什么7寸的萤幕啦 伸缩啦 可以什么 现在应该都要连接什么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这个现在应该都蛮基本的 往下就是空调 它是全手动 这边还有一个USB 这还有一个置物空间 这边的排档杆 就有N档 R档 跟D档 用旋钮式的 其实也蛮先进的 旋钮排档还真的不多 那大部分因为它没有P档 所以这就是你打N档的情况下 把手刀车拉起来 这个还是用手刀车来 帮你车辆做一个 停好之后固定的一个动作 气囊只有两颗 后面就没有 那这个手刀箱里面 还可以摆放一些东西 这个这个扭完按一下 我先讲这个 这个是循迹防滑的Off 因为它后能驱动 最大马力是116匹 最大扭力限制输出后为18.8公斤米 虽然动力部分 素质没有很大 但这个我还是建议不要关掉 因为当你后轮要打滑的时候 唯有这个可以帮你救回来 让它不要打滑 因为这个叫循迹防滑 好这个呢 AVAS就是所谓的主动安全 但是它的主动安全呢 大部分是警示 它并没有主动介入任何的 什么油门刹车方向盘 都没有就警示 那警示的部分呢 还不少 比如说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这我刚刚有介绍过 比如说前方的碰撞预警 车道偏移预警 行人预警 车距的警示 FCDA前车启动提示 最后还有一个叫VB虚拟保险感 其实刚刚各位都可以听到 它其实都是警示 那并没有介入 这个就各位 还是专心开车 其实也不错啦 好 我帮各位做了一个分析 因为这部车呢93.9 对陶家们来讲 你会觉得说我用 这个50万出头 基本上就可以买到Varica了 我干嘛要多花40几万 好如果呢我们今天 购车成本 我们把时间拉长 包含之后每年的保养费用 电费 油钱等等 那偷偷算起来的话呢 我帮各位分析一下 但分析完你们还是自己决定啦 因为电车油车确实两个大不同 使用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充电加油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我先讲 因为Varica呢 它为了要降低所谓的 这部车就是Tauke入手的一个门槛 所以它有推了一个机制叫 电池租赁意思就是 你如果买我们讲今天这部 Everica的五人座 你如果要用比较省钱的方式 买这部车可以签回家 但是电池不是你的 买整个车体 你的价格是58万6000 但电池用租的 因为电池是原厂的中华的 然后你用每个月月租的方式 来跟它租这颗电池 所以你就卖掉的话 就这个电池一样不属于你的 它的这个月租费 1到96个月等于是8年 8年内每个月的月租是2999 但是我先讲 你要先缴一个电池保证金 因为它怕你开走 然后把车卖了 5万块 那如果是8年后第9年开始 每个月的月租金电池 月租金是1999 好我们不要算那么远 我帮你算一下 如果一个月2999 我们算3000比较好算 一年就是36000 租赁费 这是拿不回来的 但如果说因为是电动车嘛 所以你要加上所谓的电费 电费呢我帮各位计算了一下 就是说以上用车来讲 理论上它的里程数会比较高 我们先抓3万公里 每年3万公里 我们假设3万公里呢 一度可以开5公里 这是一个平均值 平均值 一度开5公里除以3万公里的话 大概就是你一年要用6000度 那6000度 因为基本上呢 因为它都是AC的慢充 那慢充假设我们都在家充的话 一度约莫是3块 夏天有可能跑到4块 冬天有可能比3块低 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去换算 这个是我帮大家概算一下 因为或许你家的用电状况 你的每年的行驶里程 可能跟人家都不太有的比较多 有的甚至有的会比较少 各位可以自己去换算 如果说每一度3块 乘以每年6000度的话 就是你的电费 一年就是18000块 除以一年3万公里的话 等于是每一公里 你的行驶成本是0.6块 我再次强调 这个是我帮大家算一个平均值 并不是符合你的现况 各位可以用这个公式 然后去套符合你自己 使用的这个里程数 或者是充电的度数的费用等等 各位可以自己去换算 那如果是每年2万公里 比如说可能你的用车状况 跟我是差不多的 你的电费约莫就是4000度 4000度乘以3块 就是12000块 这是电费 那等于是一样 每公里电费成本 你的成本就是0.6块 这是不变的 那如果是有钱 有钱我们用这个 一样每年3万公里的里程来计算 Varica的这个官方平均油耗数字 是每公升9点多 我们算10公里好了 每公升可以跑10公里 3万公里就是3000公升 3000公升去乘以 现在每公升95现在多少钱 31块 现在此时此刻是31 我们乘以30 好不好比较好算 3000公升乘以30块 等于9万块 那去除以3万公里 就等于是每一公里的行驶成本 是3块 好我还是再次强调 你如果今天开油车 你自己去套用你的 每年行驶里程约莫 然后去除 大概也换算一下 你每公里的行驶成本 好那我再这样讲回来 如果是2万公里就2000公升 乘以30块就是每年就是6万 如果6万块的油钱 再加上保养 保养我也刚刚帮各位 跟原厂要了一个数据 保养数据 但是原厂保养数据 它只给我到6年 我们以概算啦 油车的话 6万公里保养累计的总金额 因为它是每1万保养一次 每一次保养的金额 约莫在2000多块 也有到4万可能是大保养 所以有到6000 但是哈末朗当加起来 就是6万公里的保养费 约莫是19,900 如果是电车的保养费 6万公里是只要4166块 等于是差了快5倍 所以你换算一下 其实买Everica total年份 这样8年6年这样加起来 你的费用其实不会比较高 但现在重点来了 因为Everica是电动车 油车是加油 加油你可以到处加 但是应该没有人可以忍受 开了Everica 然后我做生意做到一半 然后我要在外面充J1772 然后充4个小时5个小时 然后再把它充满电 我们不要充满充8分满 大概充到100公里 充3个小时好了 应该也没有人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是电动车 目前的一个充电上的一个 比较不方便的一个地方 应该讲说以Everica电动车 这样的一个特性来看 它是比较适合像我刚刚讲油拆 它台北大台北 台北新北 就是这样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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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天不超过120公里 跑完之后 你还可以安全的开回公司 安全的开回家 来做一个充电的动作 它比较适合短途 它并没有办法让你支援到长 比如说什么龙潭以北 你到新竹应该就回不来了 你大概自己换算一下 如果你的属性是每天都会回家充电 每天回公司充电 那当然你可以选择Everica 因为它长期的保养费电费 所以其实比油钱比油车还要来得便宜 好我们上路试驾Go Everica底盘跟油车是共用的 前卖花层后叶片弹簧 所以因为要考虑到所谓的载重 所以这个叶片弹簧当然做起来就是 以舒适性来讲 当然就比较没有那么好 因为它整个车体结构 悬吊底盘的设定 目的还是在你要商用 要这个货运要运送 但是很大的一个差异就是 因为A180汽油版 基本上它的汽油的声音 当你在开车的时候 那个加速的声音 引擎的震动跟引擎从这边 传来的一个声音 基本上因为还算是有点明显 所以跟电动比起来 但电动的声音就小多了 最大的差异是这样 就是你开着Everica电动车 你就少了那个引擎的噪音 那这个引擎噪音呢 跟你的整天下来的疲劳度的累积 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开Everica当然就 完全没有这个 就只有一点点马达的 那个声音之外 但剩余的其余都是 就是从底盘传来的路面的噪音 轮胎的声音 胎噪 除此之外没有了 所以它就是一部电动车 该有的宁静度 当然你说要讲说这个隔音 这个组装扎实度 但不会说有同价位的 那个房车那样的一个水准 因为它毕竟是上用车 上用取向 方向盘 因为它不能上下前后条 这部分我觉得如果可以稍微提供一下 因为这个跟疲劳度有点关系 所以以我的身高 我的身高169 中等身材 72公斤 73 这个这样好像还蛮符合 OK啦 其实还蛮符合我的驾驶姿势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比较人高马大 或者是体型比我瘦 或者是比我再壮一点 基本上可能这个驾驶姿势 就比较没有办法让你满意 整个车内 当然因为它就是商用车的一个设定 跟标准 好不好开 其实基本上它也没有什么自排 你手排但铃铛别论 但自排那个四处自排 基本上它也没有电动车 就没有什么换挡的顿挫 什么拉转换挡什么都没有 它就是一个从头顺到尾的 一个底盘的回馈 对司机来讲我觉得是轻松的 因为你只要专心控制方向盘 电门跟刹车 没有了就这样 轻松啦 那主安也稍微少了些 因为它就是从头提示到尾 并没有主动的介入 这个当然看每个人 我个人比较习惯就是自己开车 因为这样可以随时提醒自己说 车子没有在帮我开 随时都可以专心开车 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安全 那当然有那个 简格来讲还是叫辅助啦 就是在你真的真的是没主意时 可以帮你一把 如果你的预算内只能买一台车 公司跟家用你只能选择一台 那当然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一台 用一个投机款五十几万的这个价格 入手Iberica 那后续呢 你这部车你已经确定 你要至少开个八年 在这个八年内你所要摊提的费用 我给你保证绝对是比油车少 现在就是差在它的续航链 你可不可以接受 因为它的充电速度毕竟还是要 随便充大概都要四到五个小时 如果在家充的话 那这是一个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 我认为其实它的整个开起来的质感 声音 宁静度都会比油车好 你看还有数位仪表 好啦有空去试试看 如果你今天是在这边做老板要做东西 要玩东西 这个也是一种选择 我是老爹 我们下次见 拜拜